这肯定是被浪打上来的吧 这些可好吃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现在天气是蒸的好冷啊 我这边又下来赶海了啊 这边刚刚退下草 现在还没来什么人呢 咱们先从这边水坑里面找找看 这个水也是滑凉滑凉的呀 呦看看看 这边一个小师傅里面一个螃蟹 往里躲了 哦呦是一只硕撕蟹 往前的夹我 哎呀是个小毒壁啊 别跑 看这是一只小毒壁 太小了 这只好可怜啊 这个咱不要了吧 让它在这吧 太小了也没什么肉 咱们往那边去找一找 这边那个水坑已经退下去了 看看这边有没有遗落的海鲜 哇那底下好多小鱼啊和小螃蟹 跑得好快 你看这个石块上这些螺 哇一打起来 花花的都往下掉了 前面一条鱼 哦也两条 妈妈呀 这父子俩吗 这是黑头 别跑别跑 哎哎 捏住了捏住了 别走 看 这一条黑头鱼 看到没有 前面还一条 那是他的爸爸吧 天冷了 这海鲜都不当冻了 冻了 他们都被冻住了 哇这条好大呀 好像是怀孕了 看到没有 好大的一条黑头啊 肚子鼓鼓的 把它放到水里面 哎呀 哇哦这是一对 这只是真大呀 好久都没有 捡到这么大的这种大黑头了 哇这回家得多好吃啊 这肚子里面是有鱼子吧 鼓鼓的 哎呀 带着带着啊 拿进去 石块底下 我的天啊 底下的小螺密密麻麻的 往前走 我这个手啊 太冷了 哦天 你看 这些螺 滑滑的呀 那是螺窝群啊 这边一只巴掌鱼看到没有 不是 是一只螃蟹 你看 在这石块当中 它不容易的话 以为也是一个石块的 这只花盖好凶 这个可以啊 这个可肥的 别骄傲啊 嘿嘿嘿 不要 还得跟它过两招 别别别 你看它眼睛 死死的盯着我看 哦 看 这是一只母的 个头可以啊 瘦了 挺肥的 这些石块底下咱也帮帮看啊 三一路这些石块底下都好好的找一找 好冷啊 哎 看看看 这边的石块底下 是不是鱼的东西 这是一只短腿的巴掌鱼 短腿 一出来出来 看 现在这个石头上的 我的妈呀 这个短腿的吸附力也真强 这么多石头 来来来 哇 下来下来 看这只怎么样 个头也不错的啊 正弄起来了 短腿的这个腿特别的脆 很好吃 赏货了 说了 这边那个水坑底下 看我发现了什么 一条大鲈鱼 天呐 今天正是好事连连呀 哦 这条鱼头还不小 之前抓的那个鱼头比这个还大 哇 一把捏住了 这条大鱼鱼真好呀 你看 鱼头也是不错的 哦 天呐 哦 哎哎呀哎 它天气冷了 海鲜反应速度 都是有点慢 别别别别 它上这个刺 一旦刺到的话就特别的疼就破了 这里要回家直接清蒸 哦 放头那边 它得往外跳 这个鱼 太凶了 今天鱼蒸不少 看这些水坑 都是刚刚退下去的啊 咱们继续 瞬间不冷了 这个水分里面这个是什么 看这是像什么 好漂亮哦 好像那个海蜇的那个小爪 海蜇头啊 这个季节会有海蜇吗 应该不会吧 这样行呗 看一看 这个是什么 这边又一块 你看 你看 哦我的天啊 什么情况 这个都是海蜇爪 这肯定是被弄打上来的吧 这些可好吃了 腌一下 这个是最脆的那个部位呢 一个大海蜇 我先把他的爪抓起来 哇 这是被打的 打碎了 这个暖花都出来了 这大海蜇是很漂亮呀 已经粉身碎骨了 哇 我得用戴手套这只拿 看怎么样 这个大果冻似的 这个回家腌着吃是很好啊 冬天很难见到这种鲜活的海蜇了 哇 带着带着 这底下还有好几只爪呢 都瘦了啊 哇 这个才好吃 咱们继续啊 前面还有 还有几个前流的小爪 这个还挺大的那一块 好几块啊 你看 又一些都带着了啊 今天是暴桶的节奏 今天这个收获真的是太满意了啊 虽然挺冷的 你看收获满满呀 大海蜇还有一些大鱼 那我就先回家了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